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焦點事分 梁善行 玄機解碼的時間 今天看到梁善行師傅 你好 大家好 師傅 今集我們講講 這個糾素看人生的 事片 或者職場片 大家很多時候 除了家 都要出來工作 要賺錢 賺錢的時候 一定是在職場上打滾 你身邊的隊友 究竟是神隊友 還是豬隊友 對大家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今集 我們就 擔起重任 讓師傅去解說 給大家聽 怎樣認清你身邊的人 好了 即是在職場 你的同事 你的上司 或者你的下屬 或者甚至乎 你可能有一些合作 你想認清對方 究竟是一個 擔不擔心 又或者 會不會很懶惰的人 原來都可以 在這個 命功裡面的顆星 反天他的面相 都可以看到 我先講好話 師傅 如果一個人 他是勤力的 甚至乎 是白手起家的人 其實 他有什麼特徵呢 好啊 因為紫薇斗素 可以用主星 命功裡面的主星 反映到他個人的操守 他的為人 有些人是疏懶 有些人是聰明 有些人蠢頓 所以成敗不一 首先講勤力那些 勤有功 氣無益 只要你勤力 就算你運程不太好 你多做多勞多得 總是有衣食 對嗎 如果有智慧 加上運氣 就可以平暴清雲 所以首先要勤力 最勤力的顆星 就是顆太陽星 因為太陽是照耀十方 從不間斷 是反映他為人 他做事 是勤勤奮奮去做 太陽星領不言憂的 既然勤力了 如果加了智慧下去 那就會有成功的希望 因此要加些配星下去 配什麼星呢 配四化星 四化星配法律 法權 法科 法技 總共四顆星 而指微斗數十二個弓 每個弓都會發出四化星的 還有先天的四化星 還有先天的四化星 即是叫連身四化星 四化即是六拳科技 即是化六拳科科技 只要配合得到 自然有魂 自然有魂 加上才智 如果是太陽星 要加一顆文昌 文曲 加一顆文昌 文曲 好 這樣呢 它有才智 太陽星是中天主星 要加多幾顆星 匯聚在一起 才叫做軍神慶匯 還要加些什麼星呢 加左負右伯 因為成功一個人 他必須有好的幫手才行 團隊精神 因此要加左負右伯 又要加添灰添穴 還要加他個人的才智 就是文昌文曲 有時候要助言起行 加些膽色的星 輕微加一顆空星 不要太多 空星呢 就是陽陀火靈 有時候陽陀火靈這些空星 不是沒用的 太多空星 就徘徊一切 加一顆兩顆 一種刺激的效果 好像煮飯一樣 又要加些糖 又要加些鹽 加些鹽 又要加些糖 原來兩種調味 只要加糖 只有甜不好吃 煮飯那碟菜 只要加了鹽 只有咸 不好吃 原來加些糖 巧妙就在這裏 所以指微倒數的原理都是這樣 主星首選是太陽 既然是勤奮好喝 要加些才智 才智的越多越好 就是文昌文曲 有粒文昌 你還要加多一粒文曲 要一坨的 單一粒聲呢 作用又好微的 要兩粒聲會齊 才產生到作用 那還要有運氣 有人助力 有輔助 那就左腐右拔 要加一粒左腐聲 再加一粒右拔聲 又要有人傳達你的命令 指使他人去做事 就是要加天灰和天月 這樣這個就是一個有創造能力 能夠作為社會的動良 那個最佳的配搭就是太陽星 除了太陽星作用之外 還有一個天上星 天上星呢 它的特點呢 它依巡那個制度 所以天上星 它有個名稱叫做印星 印星就是印鑑的星 就是依巡那個法律 那個制度 照那個制度辦事 這樣不會讓它超越了那個軌跡 令人個個都對它信任 所以天上星呢 有時候呢 就執大權的 它那個大權是它老闆給它 所以天上星不宜自己做老闆 它是成相來的 天上星是好比一個國家的成相 成相不是老闆來的嘛 皇帝才是老闆嘛 所以天上星 它既然可以執掌大權 它需要號令 能夠號令到他人幫它手的 所以天上星 它需要有天灰天月 在它的宮位內 傳達它的意思 由天灰天月去傳達到 七殺星 七殺星呢 就是執行它的意旨 執行它的命令的下屬 因為有強力的執行者 才能做到大事 所以天上星 很多時候是做高官的 還有一顆是天良星 天良星呢 它不是太適宜做老闆的 因為做老闆不懂得監詐 所謂無奸不成傷 有時候做生意 是需要考取豪奪 如果你不懂得這樣計度 你成本控制不到 你那盤生意多數是輸的 所以天良星的人做生意 很多時候失敗的 天良星最能力是做什麼呢 是做官 因為天良星呢 它有一種忠厚的長者 那個感覺 不過以好的環境氣候之下 才做官 它才有出色的 如果當時的政治風氣 全部都是權間作勢的 天良星是發揮不到它的作用的 好像唐朝 李世民的時候 因為李世民 他願意聽別人的忠心去選 所以有建議大夫這個職位 天良星就做這件事了 皇帝會做錯事 只要肯聽別人的勸 那個皇帝就好 因為人始終都是凡人 凡人會有想錯了事情 如果日來萬機 你一天錯多少樣東西呢 你錯每一樣東西 都影響千千萬萬的民眾 所以好的皇帝 他設立一個間爾大夫 所以李世民就是表表者了 開創了唐朝盛世 因為李世民是聽別人間勸勸的 所以天良星可以做到這個職位 都是大官之一來的 那事業上 有些呢 就懂得去 尤其是現今的是 金融事業 因為金融呢 就很講究 怎樣運用那些銀根的 因為全世界最先進最富貴的國家 都有它的金融事業 而貪囊星呢 它是最能在金融事業發展的 貪囊星和武曲星 在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地方做事 它最能發展得到的 在金融中心那個地區發展 正符合這些升降 這些都是事業可以平暴清雲的升降 嗯 即是如果有以上的情況 其實大家不需要擔心 你未成功只不過是你未成功 不代表你不會成功的 只要你把握 都可以是努力的 加油的 是的 嗯 好的隊友 豬的隊友通常有些甚麼情況 師傅 即是有些人呢 他恩巡苟且 只要安樂就算數了 雖然現在你無憂無慮 不過人的禍福十常八九 你現在份工一路安穩 難道不會被開除嗎 嗯 就算你做到公務員了 都可能會被開除的 倘若你被開除的時候 你走出去 又和社會脫節 你又找不到食 從此一落千丈 是大有人在 所以一個人需要居安私危 你現在好的不一定永遠好 你一定要想一下 怎樣增值自己 保持自己的競爭能力 才可以永保不失 其實有一顆星呢 它是恩巡苟且的 就是天同星 天同星呢 它是一種福星 始至這顆福星 它覺得一世安穩 它又沒有基心 又沒有紅心壯志 這樣放了工 就想尋求美食 和享樂 但是玩樂是喪智的 過份貪圖日落 喪失了學習的時段 當將來需要和人競爭的時候 欠缺了能力 輸到用時方向少 就到時候會莫及了 天同星會 天同星會是這樣的 當然啦 如果你是 洪福齊天的 可以一世到老 這些福氣 可以一世到老 但 未必你可以洪福齊天 當你中途衰落的時候 你的競爭能力 不及得別人 就算你肯去出去回去做 但是別人請人 是請有能力的人 覺得你沒有這個能力 是不請你的 這樣就會進入了坎坷時期的 還有一顆星 是個份沒有大致 如果那個是男命來的 男命太陰星入名 他沒有大致 如果女命太陰星入名 就沒有所謂 因為太陰星是中天主星 但是只是發揮在女性身上 不會發揮在男性身上 有些男性 他也是太陰星來的 變成他有點那型的 這樣在社會裡競爭 要強行的 沒有人可憐你的 如果你是女性的 有人連鄉識辱 但是你是男性的 沒有人對你連鄉識辱 這樣如果競爭起來 你不得強項 有些工作職位是不適合你做 你的機會就少了很多 所以很難得出人頭地的 還有一顆星 就是天璣星 天璣星就過份內斂 他沒有基心 又沒有膽識 他想著有份工安穩 到路就算了 是 無欲無求 是一種高度 高明之道 但是年紀大的人 才好無欲無求 但是如果年輕的你 你又學別人無欲無求 你還需要去學習嗎 學習要奮發圖強 圖強不息 才肯去學的嘛 你這麼年輕遙遙 就說了被自己聽無欲無求 那你錯過了學習機會 你沒有了這種增值 將來需要跟別人競爭 你憑什麼呢 所以後悔莫及 天璣星很多時造成這些錯誤 老大 就是徒相悲 就是這些星象 還有天璣星都是 天璣星呢 他有些壯志 肯去圖強的 不過天璣星有缺點 天璣星 天璣星 往往 他的事業功呢 是天璣星 天璣星呢 做事太慢版的 奮發圖強 就要爭取機會 但會錯過了機會 當他看得來 想得來 機會流失了 喪失了機會 所以天璣星 一生人呢 錯過了很多機會的 這些漏雜 要改善了他 就可以彌補那些缺點了 嗯 OK 希望呢 今集呢 可以幫到大家呢 去 去分析自己 又或者分析你一些 身邊的隊友 同事 其實呢 也有時候 都不一定是說 完完全全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 都要學師傅所說 喂 主星 跟著還看有沒有其餘 一些星 有不同的效果 當然呢 最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的話 也都不妨可以聯絡 梁善恆師傅 請教一下他 詳細看一看 或者甚至乎就是 上課 也都是 更加學到多些東西 是吧 下一集呢 我又跟師傅 從不同的角度 又再講一下 這個紫微豆素 究竟是講些什麼呢 不如講家裡 好嗎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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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